上一集我們帶大家集完八重路之後 我們就馬不停提踏上了前往阿斯底的旅程 這個小鎮曾經被大家評為全球最適合生活的小鎮之一 沿著路程區漫步 不難發現充滿貴族氣息巴洛克風格的建築和氣派的教堂 在阿斯底廣場上遊閒地享一杯地道的咖啡 欣賞著古老的建築影襯著路上的行人 就彷彿置身於一個別樣的童話世界入面 展現出難以言語的魅力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阿斯底以葡萄酒聞名於世 但其實這裡還有一樣聞名於世的美食就是鳥結堂 可能各位觀眾會說鳥結堂周圍都有,有什麼特別呢? 今天我就會帶大家參觀這間過百年歷史的糖果店 D Barbaro 了解一下傳統鳥結堂的製作過程 老闆之一的David Maddaleno 是這間八年老店的第六代接班人 他指他們製作的鳥結堂 是根據1883年傳統的阿斯底配方製作的 和現代技法的區別是 現代技法製作的鳥結堂 會加入大量食用明膠 來洗得鳥結堂變得鬆脆 但他們是最後一間 仍然堅持使用新鮮的蛋清 來製作鳥結堂的公司 在爛距的過程中 他們會將鳥結堂 放入由三木矩木製作而成的模具裡面 這些木製的模具 亦都跟公司一樣這麼大年紀 相比起現代的做法 傳統的做法會變得更加耗時 但質感吃得出會更加厲害 Deeper Barrel的其中一款傳統鳥結堂 就是這種質感圓滅的狀態 而我最喜歡的就是這款充滿瓶子香味的鳥結堂 這個要得益於他們對選用瓶子的嚴格要求 首先他們會採用本地出產的 據GPI認證的皮埃蒙特瓶子 然後用這台先進的篩選機器 分選出優質的瓶子 大家看看這一大代就是被篩選出來不可使用的刺品 可見他們對於品質的要求 講句題外話 有優質的禁止又怎能來得開朱古力呢 沒錯 Deeper Barrel生產的朱古力同樣受歡迎 感興趣的朋友 大家有機會來到的話 一定要試一下 而其他果仁 例如產自希臘的開心果 同樣是鳥結堂所需的一大原料 他們同樣是選用成本昂貴 效能相對慢 但對品控要求相對比較高的人手作篩選 在如今快節奏的工業化生產和消費主要浪潮中 這種工匠精神顯得尤為珍貴 參觀完製作工廠 老闆就帶我們去位於工廠一樓的小型博物館 這裡收藏了公司早期製作糖果的機器和包裝 同時也為我們展現了這間八年露店的歷史故事 其實一開始這裡是家族生產單車的工廠 而糖果工廠就在亞斯蒂省的另一個城市蒙貝爾設利 因為老闆的爺爺是意大利第一位著名單車手 卓浩衛紅魔 由於爺爺在賽車界的影響力 單車事業自然精精入上 而在二戰過後 由於需求的改變 家族就開始將生產糖果的工廠搬了過來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在工廠的外場上面 看見當初仍是單車工廠時的招牌 對於為何堅持傳統的配方和手工製作 老闆在跟我們聊天的時候也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指自己在運營這間公司的時候會時刻提醒自己 他的長輩在天之靈會看著他的工作 所以自己要努力不可以讓大家失望之餘 最重要的是保持著這間公司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 他寧願放棄擴大公司的生產規模賺少些 堅持用傳統的做法去保持產品的質量 希望將甜品的快樂和優質的出品帶給消費者 他亦希望有朝一日D.Barbero 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高級食品品牌之一 最後歡迎大家留言和我們分享一下 意大利盡什麼值得一玩 或者一試的景點和美食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